节省水资源 小军是个爱干净的小孩 每天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洗澡 而且最喜欢边泡澡边唱歌了 剩下洗洗 搓搓搓 要搓搓 小军 你已经洗了半个多小时了 可不可以赶快出来 爸爸想上厕所呢 好吧 我出来了 谢谢 小军 你怎么把洗澡水放掉的呢 这些是我泡澡用的水 洗完澡 当然要把水放掉了 真可惜 这些水还可以重复使用呢 可是 这些水已经脏掉了 不能再用来洗澡了 但是这些水还可以用来洗衣服或是抽马桶啊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只要打开水龙头 就会有更干净的水可以用啊 那你知道水龙头的水从哪里来的吗 当然知道 水龙头的水主要是来自于水库 而水库的水主要是来自于雨水 嗯 没错 但你知道吗 台湾虽然雨水充沛 但是每个人可以分配到的水量 其实是很少的哦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的地形坡度很大 加上下雨的季节分布很不平均 所以大部分的雨水都无法储存在水库中 啊 原来如此哦 难怪有时候自来水公司会限水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节约用水 免得没有水可以用 嗯 我了解了 这样一来还可以减省水费 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 说的没错 来 我们来想想看 你今天一共用了多少水呢 我今天洗过澡 冲过马桶 洗澡大约要用一百二十公升 冲马桶大约要用六十公升 算算看 你今天大约用了多少公升的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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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